有没有人哪 有人听见吗 开门拿水 你没看这用水须知吗 这陈宇反映一下啊 咱不是游击队 是正规军 基本生活保证不了 哪有什么战斗力啊 意见提得好 光提得好有什么用 得解决啊 我就是陈宇 欢迎 陈兄 姓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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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宋迪文 正好你们在 想跟您商量一下 那晚上我想请陈总 帮我介绍一下 大家相互认识认识 那陈总 我先回去收拾一下 咱们晚上见 这水的事还是得解决啊 谁啊 来啦 宋迪文 别来无恙啊 你怎么来了 你这话说的 我当然是为你来了 贫 苏不拉电站缺一个核心技术干嘛 你说公司上上下下的挑来挑去 除了我还有谁能胜人 别吹牛了 说真的 我还真就是为你来的 我来给你送东西 有一样东西我觉得我必须要亲手 庄重地送给你 别 咱们俩就是普通同事 你别跟我来这个啊 紧张什么呀 放心 不是求婚戒指 也别太失望 看一看 咱们上一个项目的纪念品 你看 上面写上你名字呢 参加了项目的同事人手一个 除了你 跑得苏不拉来了 没机会领 我这一余心不忍吧 就打了个飞踢 专门给你送过来 静谏好听地说 明明是顺路 你是带来工作的 工作当然是第一位的 送礼也不是说的 就是顺便 工作生活我都要 来 正式介绍一下 苏格拉光伏电站现场经理 宋迪文 合作愉快啊 欢迎 有事大大方方说啊 我刚看见了 宋迪文专门的伍家 的亲个儿 我就说嘛 这宋迪文怎么会主动申请 讨这么大老远的地方 原来他心里有人了 这就对上了 我之前还问过那个黄晓峰 我问他为什么来苏布拉 他说他是三毛的粉丝 要走遍撒哈拉 没想到这里边还有爱情呢 我说这个宋迪文 伤害没好就急着来了 原来是飘洋过海为家人 工作生活两不悟啊 咱们还是得多注意一下 宋迪文吧 不用 这是他的私事 应该分得清 好 好 好